刚才我们谈过汇控 有朋友都追问 第一个是Joy 他问你现价可不可以进入 他说中线上网多少 刚才Alex也说到 第一季的业绩 其实他觉得未必会很好 不过未必是焦点 应该多看一季 可以回答一下他 你觉得现价可不可以进入 第二个朋友就是Assess 他问你如果是想买银行股 汇控还是行生可取一些呢? 我们说汇丰 短期来说是受制于 第一个业绩 大家都知道会以对比 第一季度超高基础的情况之下 就应该是很简单的 我之前也说过 第二就是 其实最近也知道港股是特别差的 特别在旗杰或者5月5号 是所谓的联署国加息之前 就应该是故意你 不管你车铺做法 或者不管你基本因素 我是不是都先压下去了 令到可以伤到比较低位地 是可以结算 还是平仓地走人 做大户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汇丰短期来说仍有一定的 是所谓的固滑 如果比较理想的 介入那个价位 令到自己是比较理想一些 或者是有水位的话 我觉得是会大概48分的那些位置 就是前面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毕竟就是说他刚刚弹到他最高大概50几元那些水平 50几元那些水平 如果你是要有10几个%所谓的水位 其实你起码要去到大概48这些水平 但是就是说在中线的角度 我觉得其实汇丰反而现在很有趣地 是这个这么特殊的环境里面 是告出来可取恒生的 其实我们就是说 一直是一个就算是由很远古的时代 甚至是去到是有疫情之前 一直都是就是前辈啊 或者是那些资深的投资者的 俗语都是说恒生一定是很好背负的了 那最建基于就是说 因为恒生就是聚焦了在香港 特别是没有疫情的时候 那当时就变成了不受一些 比如说是一些的 经常都有些所谓的国际性的惩罚 或者惩罚一些小铁钱 那些或者在特别是欧美的 那边的判断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 那恒生来说其实就不太受这些这样的影响 OK 就是再支持欧美的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差 但是现在就是好像有点像一个诚语 10年河东10年河西 现在倒转不同了 因为香港是近一两年受到疫情的冲击 是特别特别的大 而恒生就近乎百分百地 是聚焦在香港这个市场 所以变成了这个业绩拖累都是特别差 大家都看到在工商业的贷款里面 坏罪又增加 然后跟着那个借款的总额倒退 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OK 那变成了就是说 报关权现在很有趣的 匯豐就聚焦了除了香港以外 他们都是有欧洲和美国 就是所谓的三头马车 那是特别可能在美国那边 现在秀卫那边的经济是比较强劲 或者就是说人家的封城 的措施一早都解除了 那欧洲那边也是仍然 这个 那变成了就是说 令到业绩可以平衡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阵里面 行收银行是会可能走得特别慢 或者是可能会跑输 但是其实都不奇怪的